15 年三度结婚,小雪多谢两任前度。 年年38 岁的小雪经历过两段婚姻, 15 年的情人节三度结婚嫁给韩籍老公, 一日早前正式在韩国补办婚礼, 既穿上传统的韩服, 亦穿上婚纱,行教堂。 主礼牧师是老公的舅舅, 分后定居澳洲,小雪作为家庭主妇专心照顾家庭, 老公经营韩国的食品生意, 与小雪的一女儿一仔相处十分融洽。 现时的小雪有老公痛醒, 要一对可爱的儿女陪伴自己, 非常幸福。 但其实她也有过两段不快的婚姻生活, 只要谈及两任前度, 小雪就说早已收起愤怒和恨, 剩下的就只有感恩。 没有联络了, 她们也没有找小朋友, 没有。 第一个是法庭判她要付每个月一万元, 当时她也没有给了, 从2012年尾也没有给了, 其实之前给了是因为找过律师, 当时还在香港, 找过律师追, 要追很多次才给, 但因为我过了澳洲, 她更加觉得我追不到她了, 她没有给了。 但第二个是因为那边她们也有生意, 她一定要跟着规矩, 要给, 其实我第二个奶奶也挺好的, 也挺有责任, 也有点良心, 她就负责。 可能很多人替我不开心, 遇到之前的前夫, 搞到你可能事业又没有了, 但我很慶幸, 我很感激, 我遇到之前的前夫, 因为没有她们, 我也不能从一些困难, 一些逆境去学习, 到怎样去有今天的心态, 因为今天的心态就是, 很懂得感恩, 每一件事, 就算有少少, 可能今天有东西吃, 我也很感恩的, 不用说要吃包心翅肚, 你给一碗粉给面包, 我都很感恩, 因为at least我们有东西吃, 因为很多其他国家, 有些人是没有东西吃的, 甚至我今天可以和我的小朋友一起相处, 我都很感恩, 因为我可以和他们有相处的时间, 做事方面更加, 就是学会责任, 这个字, 就是做所有不同的事, 我都知道需要全力以赴去做得更好, 而且会体谅到很多不同阶层的人的心态, 东周网的读者, 你们好, 我是敏芝,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进步, 开开心心,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HAPPY NEW YEAR! 大家好, 我是Justin, 张建星, 在这里供祝东周网的读者,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试试顺利! Hello, 各位东周网的读者, 你们好, 我是Colin河南, 祝你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有情人的, 要爱得长长久久!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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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